那最近最近一個被判刑的中國工程師 他在美國竊取美國公司 正在研發的新型航空與衛星技術 並且提供給中國政府被判刑了八年 中國在前幾年也推出一條法令 就是中國政府只要有需要 中國的企業 或者是中國國籍的負責人 就要無條件提供 中國政府想要的資料 給中國政府 否則屬於違法行為 你說美國不需要做這種限制嗎 美國德州這條法案 是在保護美國本土 以及更多的美國公民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年看來是個非常暖心的年份 1月27號 美日和聯合擴大對中共國 從高端晶片到晶片製程 還有晶片這些材料 原物料 還有它的機器採購設備的相關制裁事宜 而中國政府不僅馬上向荷蘭示好 並且也在1月29號宣布 重新開放日本公民來中國簽證 而日本並未改變現階段 對來自中國領土的旅客 相關的措施嘛 所以可見中國之前對日本的這個制裁 完全是毫無科學依據 隨心所欲 並且在被擴大 晶片之後 馬上向日本示弱 但同時 中共也在玩兩面手法 中共也宣布了 有可能我會反制西方 禁止他們我們七項中國的技術哦 譬如說這個 矽片設備技術 做這個太陽能板的這些技術的東西 因為中國製造這個太陽能板的相關的東西啊 好像佔全球的九成多 但其實其他國家也有能力製造 只是你們製造的是最多的 不代表其他國家沒有這個技術 制裁這個長期也達不到你要的效果 激光雷達系統 用於人體的細胞克隆和基因編程技術 還有這個 什麼CRISPR的這個基因編輯技術 再來 合成生物學技術 對啦 你們這個食材 有時候合成的那些都蠻特別的哦 什麼地溝油啊 然後什麼 雞蛋不是雞蛋啊 白菜不是白菜啊 這個需要跟你們學一下哦 農作物雜交優勢利用技術 你知道你們中國的農作物 或是水果的那些雜交技術 還是什麼新品種 也都是從台灣過來的 還有日本過來的 我不知道你是要制裁 全世界的什麼東西耶 閃料卸妝運輸技術 你要不要乾脆也制裁說 中國的晶片啦 從今天開始也不准出口到海外 中國的什麼盜版的什麼NIKI啊 中國盜版的什麼愛跌打啊 那些通通也都不能出口到海外 我覺得這些也都蠻不錯的 全世界的那些西方人 一定會怕得要死嚇尿了 而最近美國德州也有一個法案在商討 就是禁止中共國北韓 伊朗俄羅斯等國籍的人士啊 購買美國德州的土地 其中一些原因 包括這些國家長期以來 透過軍民協作 留學生滲透 竊取商業機密或是學術資料 甚至是這個國家資料 都會傳給自己本國的政府 而近期美國就抓到十幾個中國間諜 還有這個俄羅斯間諜嘛 那最近最近一個被判刑的中國工程師啊 他在美國竊取美國公司 正在研發的新型航空與衛星技術 並且提供給中國政府被判刑了八年 你不要跟我說 中國已經偉大復興 中國已經有能力上月球上火星 沒有必要再偷美國的東西耶 你要知道你有能力上是一回事 你能不能一直上是一回事 美國19670年代就已經登月年 你的技術完全跟不上他 你連你的航海技術 你連你的航空母艦的技術 都比不上美國了 當然啦 最可笑的就是 你們有時候在試射火箭的時候 你們那些那個火箭的殘骸 飛彈的殘骸 有時候都會落到附近彈道的那個村莊 你們中國政府自己不讓講耶 去年有一個澳洲的Youtuber 他就做過相關的影片 他在網路上有找到一些自媒體拍的 他說我們常常這裡都那個 中國說要試射火箭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怕常常被砸死的 你們有興趣可以去看他的頻道 不要跟我說是假的 這是台灣省人哈 我們再講回來嘛 這個中國間諜就被判刑了八年 因為他把這個技術全部都給中國政府 還有一點就是最近有些中國企業 大量收購德州的土地 還有一個中國富豪與解放軍 退休軍官在德州軍事基地旁 購買大量的土地 說要建設風力發電啦 就問嘛 你們自己解放軍基地旁邊 允許有美國人買地 然後說我要蓋水利發電或風力發電嗎 不需要再說了 中國的企業裡面都有黨支部 更大的企業甚至還有黨委團 中國在前幾年也推出一條法令 就是中國政府只要有需要 中國的企業 或者是中國國籍的負責人 就要無條件提供 中國政府想要的資料 給中國政府 否則屬於違法行為 你說美國不需要做這種限制嗎 美國德州這條法案 是在保護美國本土 以及更多的美國公民 但這條法案 目前引起最多不滿的就是 中共國國籍 但居住在美國德州的人 他們把這個法案 斷章取義 扭曲成 歧視華人的法案 問題是德州提出了這個商討法案 是禁止中共國 北韓 伊朗 俄羅斯 請問這些人都是所謂的華人嗎 當然也有些美國公民 跟這些中共國人 上街抗議 而這些去抗議的 也有些是美國公民 白人 那這些人是被華人帶風向 不了解 不是針對中國人民而已 但更多的是美國當地的防重 跟相關產業的人 他們去抗議 廢話 他們不能賣中國人 他不能賺到中國人的錢 我當然罵 我怎麼不罵 他們不在乎國家安全 不在乎國家的東西 他們只在乎 能不能賺到這些人的錢 而這些抗議中共國的人 完全不會去想 為什麼限制了這一些國家 這些國家有什麼共同的性質 這些國家的政府 對外對內 都是什麼德性 而你們為何會想要在美國 買房買地 中國是連土地都不能賣你的 你在哭美國人 不讓你這個外國人買地 你不想想你自己政府在海外什麼德性 當中共對海外發動戰狼行動的時候 你不發聲 中共對自己國家國民做了一些亂七八糟政策的時候 你更不發聲 結果美國得到新的這個法案 還沒有果子在商討的階段 你們就大張旗鼓的去抗議 河南村鎮銀行 你們出來幫忙維權了嗎 中國政府每次出台什麼法案政策的時候 都是無預警就宣布 明天開始下個月開始說來就來 你們抗議了嗎 沒有啊 你們沒有抗議啊 如果你們也是不滿中共而去海外 你們就更應該站出來反對中共嘛 讓大家知道原來 中國人不是都是愛黨愛國 不是都是小粉紅 正是因為你們的不作聲 在中國國內就算了 連在海外都不作聲 所以才讓這些小粉紅 讓那些特務代表成你們 當然也有一些海外的華人在抗議中共 你們做得很好繼續保持 我知道也有很多人論出去了 但是因為有家人還在中共國啊 擔心害怕 這很正常嘛 心中有所顧慮 所以小粉紅 你不要跟我說 沒有這種事情啊 中國才不會搞這種事情 你要確定喔 不然你現在去公安局外面直接喊 打倒當今聖上 打倒洗包子 你那三個字講出來 你看看 我們再來看一下 台灣人或美國人 跑到警局前面說 打倒拜登 蔡英文下台 你看一下差別待遇是什麼 你自己心知度 你就不用再洗地了 但我說的這個問題 基數還是太少 這些人的聲音很容易被海外小粉蓋過去 更多的人其實是沉默的人 不站出來的人 所以如果你們選擇要沉默 最後鐵拳道的也是你們自己 你們去抗議美國這個啊 去抗議美國那個啊 去抗議西方那個 這改變不了 這些國家 對中國的大政策方向 唯有中共他自己改變了 或是你們站出來 不讓這些國家 美國也好 德國也好 或是其他國家也好 知道 哦 原來來我國家的中國人 是已經跟中共切割了 他們不是黨的代表人 發言人之類的 你們要站出來表態嘛 不表態就讓那些小粉紅表態 那當然你們就會被他表態嘛 而最近啊 繼趙立堅後 最新的戰狼發言人 毛寧 在昨天大嗆美國 不要讓某些人士 訪問台灣 他雖然沒有指名到信 但大家都知道 他在說美國最新上任的議長 麥卡錫 有可能在今年的 四月前訪問台灣 跟趙立堅一樣嘛 讓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講回來中國跟台灣 最近滿江紅這個電影 在中國火火熱熱 連登冠軍寶座對不對 真的在講一個 宋國抗金國背景下的一個 懸案故事 而非常多的小粉紅 看完這個電影後 都在電影院內 背詩歌頌 來彰顯這種抗金的 郭偷佳恨啊 惋惜那些抗金英雄啊 這如此類的 還有一些小粉紅啊 趁著春節連假 跑去河南周口的岳飛池 把勤快夫妻的這個雕像 甚至有人拿木板鐵片去打 你們對這個是非常有感覺的 但這裡面違反了 中共宣揚的大一統概念對不對 中共說中華民族鐵板一塊 自古以來五千年殺小又殺小 那這應該就是內戰啦 既然是內戰 你怎麼又站在宋國的立場呢 經國武統收復南宋 是正義之戰 是要解決宋國這個叛亂政權 對嗎 如同中共現在收復中華民國 收復台灣是一樣的道理嘛 你們怎麼到這裡邏輯就很正常了呢 我們都知道先有大宋帝國 之後大宋帝國北方領土 被經國入侵並吞後 宋國剩下南邊的領土 並遷都到南邊 我們為了方便 記這段歷史的這個順序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南宋 不代表南宋是一個新的國家 南北宋 都是同一個國家叫大宋帝國 沒有因為領土的上司 就讓南宋變成一個新獨立的國家 或是他從一個國家主權變成地方政權 沒有 他還是同一個政權 同一個血脈 同一個皇室的大宋帝國 只是領土減少了 那中華民國也是如此嘛 他比中共國先成立 而中華民國領土 目前被打到剩下台澎金嘛 只是領土比較小而已 不代表中華民國已經是你中共國了 按你們這個邏輯的話 當時金國應該才是正統對不對 大宋帝國 所謂的南宋 是叛亂政權 是阻礙金國 統一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 而你們為什麼去討厭勤快 討厭那些人 去歌頌岳飛 但相對立場而言 你們就是當時的金人耶 中共就是當時的金國耶 而台灣那些舔共的人 你們是不是也非常討厭岳飛 岳飛的金鐘報國 在你面前看起來就跟我們說 抗中寶台一樣 是非常荒謬可笑的 對嗎 因為你抗中寶台 哈哈哈 我也想看你 岳飛金鐘報國 哈哈哈 你知道這些人 就是跪在岳飛廟前面 被打的勤快 你們是這些人嗎 岳飛主戰要保護國土 不要把自己當成勤快 那幫背鍋擋好嗎 就如同勤快 是幫當時的皇帝背鍋一樣 最後被拓罵的 反而是那些勤快 而不是皇帝耶 你們不是不喜歡當棋子嗎 你們怎麼跑去 當了皇帝的勤快呢 而昨天 捷克新當選的總統 立場較為反共 跟我們的總統蔡英文通話了 讓中共非常的不爽 曾經試圖阻止過這場通話 然後現在通話完 中共在那邊 你要一中原則殺小又殺小 結果台灣還是一堆勤快跑出來 當經國講話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 下次見了 掰